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里怎么有声音 请进两国一起围攻郑国 我们镇国知道自己一定会被灭掉 如果灭掉镇国对您有好处的话 我们也只好束手交情了 我听不出你说话的重点 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不过您灭掉镇国是为了增加秦国的领地吗 把需要越过别国才能到达的地方能做领地 管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但如果您是为了帮助晋国才出兵灭政的话 其实只是在帮助晋国扩大领土而已 与其灭掉镇国来增加镇国的土地 为什么不让镇国成为招待秦国往来使节的地方呢 这对您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啊 而且您想想 以前晋慧宫答应用交霞两块地 来回报您对他的援助 之后却反悔 还筑起围墙来防御秦国 除了当年汪文夫意外 晋国还想并吞东方的镇国 扩张西方的疆域 如果不侵略秦国 他们要去哪里取得西方的土地呢 所以灭掉镇国只会损害秦国 让晋国获利 出兵镇国的事 还请君王仔细考虑啊 秦王听完竹子舞的言论后决定退兵 晋军为了跟秦国维持友好关系 也选择退兵 恭喜你成功劝退秦王 让镇国不被灭亡 晋升为外交达人